据飞行国际2022年5月18日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表示 苏七五绝沙先进战斗机将于2027年开始生产 而不是像此前预期的那样于2025年开始生产 这表明俄罗斯联合飞机公司去年年底提出的目标将推迟 苏七五绝沙的绰号来源于国际向其最后一步将对方国王将死的歧义 于2021年7月20日莫斯科航展第一天正式亮相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场视察 该轻型战术飞机是俄罗斯苏霍仪航空集团正在研发的第五代多功能战斗机 根据俄罗斯空天军的提案 作为新一代的多功能平台 苏七五可以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 称为苏五七重型战斗机的替代品 从2017年横空出世的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苏五七 到如今的苏七五 从双发重型战斗机到单发轻型战斗机 不难发现 俄罗斯在发展第五代战斗机方面 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俄罗斯这款即将面世的绝杀战斗机苏七五 俄罗斯称苏七五为轻型战术战斗机 不过由于其标准起飞重量为18吨 最大起飞重量肯定会超过20吨 所以媒体多称呼其为中型机 以往普遍的标准是 最大起飞重量在15吨以内的为轻型战斗机 15到30吨为中型机 超过30吨为重型机 按照这个标准 最大起飞重量在20吨左右的战斗机应属中型机 当然 这是一个大致的判断标准 但也不能简单的一斤不差的 完全按照这个标准分形 比如同为美国F35系列战斗机F35A 最大起飞重量为29.9吨 而F35C达到了31.8吨 两者相差其实不到两吨 如果因此将前者划分为中型机 后者为重型机 显然是不妥当的 伴随着机载设备 机载武器的发展 战斗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战斗机的轻中重型 大致划分标准 也很难一成不变 说完轻型中型的争论 再来看看它的一名之争 这架飞机机身上 有个蓝色的75编号 一些媒体便称其为苏75 但实际上 苏惠仪公司并未直接使用这个编号 俄罗斯的T5型原型机 也是在接近服役时 于2017年才得到苏57这个编号 而T50在2011年的 莫斯科航展上首次亮相时 前机身上会有52 机位则会有052 有人据此认为 应该称这架飞机为S75或T75 S通常代表验证机 而T一般意味着原型机 相对于新战机的名称 人们更关心它的性能 从外形特征上来看 苏75更像一架单发版本的苏57战斗机 从它的机头外形 锤尾和机翼来看 可以说是缩小版的苏57 机锤尾采用了与苏57相似度很高的T型锤尾 后颜前倾 机翼也与苏57外形相似 包括外露的经过仿锤行修的坐洞筒 以及机翼后缘切脚 苏75是一种相对较大型的单发战机 拥有下合式进气道 向外倾斜的尾翼取消了水平尾翼 内置武器舱包括一个机腹主弹舱和两个侧面弹舱 按照正常的空气动力学方案设计 尾翼为V型 固定式进气口位于机身下方 设计采用机身球体转动和排放边界层 中翼在平面上乘三角形 前缘和后缘机械化较发达 发动机有推力矢量控制 小型控制面位于发动机喷嘴和尾翼之间 机身内有三个舱室 可容纳弦外武器 两个侧舱用于装载短程空对空导弹 主舱可配置为装载三枚空对空导弹 或两枚空对地导弹 因为苏75和苏57的总设计师 都是米哈伊尔斯特雷茨 为了降低成本 加快开发速度 苏75沿用了不少在苏57上证明有效的设计 包括主翼 全动垂尾和坐舱盖 苏75的主翼翼型和苏57几乎一样 都是切尖的菱形翼 后掠角通为48度 为五代机中最大的 机头雷达罩角度和苏57很接近 是五代机里面最尖锐的 另外 它的坐舱盖 以及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几乎是直接移植苏57 坐舱内的显示控制系统 弹射座椅也和苏57大同小异 苏75和苏57均使用了复部进气 稍微不同的是 苏75进气口的位置更靠前 准确地说是一种下合式DSI进气道 这也是俄罗斯第一次使用DSI进气道的战斗机 这样设计便于在腹部布置内置主弹舱 同时 苏75增大了进气道的弯度 对发动机风扇叶片有更好的遮挡作用 有利于隐身 苏75的发动机和苏57也基本是同款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它的最终型号将使用30系列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是为苏57进行超音速巡航设计的 也就是让苏57在发动机不开加力时 具有超音速飞行能力 而试验样机在研制阶段 可能使用在国外单发战斗机上 经过验证的AL31FN第三和第四阶段发动机 当然 如果苏57继承了苏27系列战斗机的设计 它可能需要把机闸附件放到发动机上方 而苏75这种单发战斗机为了维护方便 可能要把机闸附件移到下方 从而可能会对30系列发动机进行一些改进 由于继承了苏57这些气动外形 使得新战机的性能 特别是高速飞行能力表现突出 苏75战斗机机身长细比较大 这有利于超音速飞行条件下降低激波阻力 它机翼上外置的作动筒 说明机翼厚度比较小 这种机翼有利于超音速飞行 据悉苏75的起飞重量约为18吨 最高速度可达到1.8到2马赫 航程2800千米 载弹量7.4吨 最高过载8G 该飞机的成本将在2500到3000万美元之间 这在世界市场上是极有竞争力的价格 几乎是其主要竞争者 美制F35战斗机的一半 非常可能是出口型战机 未来将与美国的F35战机形成竞争关系 苏75将装备俄罗斯第五代航电系统 这将是一种宽屏全向探测系统 可以向飞行员随时提供最新的 全域空中威胁预报信息 整个系统包含机头的AESA主动阵多功能雷达 可以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 并引导攻击其中的6个目标 在对地对面攻击任务模式中 这款雷达可以同时引导攻击两处目标 除了机头的AESA雷达 在越来越多的现场细节图片中可以确认 在主翼一间前后原处 还设有共行天线真面 可以提供后向市场的空情信息 苏75也与其他国家先进战机一样 采用了AI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在任务过程中 向飞行员提供最优任务建议 减少单座飞行员在复杂作战环境中的任务压力 并提高作战效率 该机可以通过数据链 与友军其他作战单元 实现战场信息交换 达成网络化的作战效能倍增 另外 新机也具备很高的抗干扰性能 搭载了一套综合电子对抗与防御系统 可以有效阻止敌方发现本机 并向本机使用武器 提升生存能力 苏75在机体内布置了两个侧弹舱和一个主弹舱 超越其他五代中型机 基本达到重型机的载弹量 这是相当难得的 侧弹舱又长又窄 可携带一枚进程格斗导弹 舱门外形贴合机身侧面 而显得相当复杂 开启后 沿垂直向下形成类似负气的安定面 可以很好地补偿打开舱盖 造成的偏航力距和导弹发射产生的扰动 主弹舱尺寸相当大 深度也不小 按照俄方的宣传 可以携带三枚中程空空导弹 或者两枚大型对地反舰导弹 相当于苏57两个纵制主弹舱中的一个 能适配苏57的所有弹药 三个弹舱的舱门前后圆 都有锯齿设计 根据苏57的特点看其本质 它是一款在气动布局上巧妙构思 充满创意的新作 打破了五代机构型的很多常规 同时还显著提升了俄罗斯战斗机隐身的性能 即使在它身上能看出不少其他飞机的影子 但把这些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设计有机的融合 在速度 载弹量 隐身性 造价等各方面取得良好的平衡 还是显示出苏霍仪设计局深厚的功力 不论最终是否能够实现这些指标 也不论它在隐身 航电等方面 还存在不少的短板 单就这种创新精神 就非常值得航空业学习借鉴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